大家好 歡迎收看節的天理報告 我是劉力森 受到高空反役船的支配 本港對今日天理繼續大致天情和天理浩熱 由於高溫的關係 所以中午時分有各部地區的趨雨 從雷達的影像可以看到 中午時分在香港上空有趨雨區的發展 從雨量的分布圖可以看到 今天在沙田和大埔都落得超過10毫米的雨量 看回市場方面 今早的低溫市區是29度 新界普遍地區的低溫都介乎25至27度 日間天理浩熱 市區最高氣溫都上升上34度 新界普遍地區的高溫都介乎33至34度 特別是打鼓嶺、石崗和車岳機場 今天高溫有35度 從大範圍的衛星影像看到 橫河岸地區一帶今日的雲量都比較少 所以天氣都是不錯的 我們預計高空反夜船在明天仍然會支配著我們 所以明天天氣方面仍然會大致天情 天氣仍然相當之熱 相信接近周末期間 直至下周初 一個廣闊的低壓區 將會影響橫河岸地區和南海北部 到時天氣會變得不穩定 和多一些趨雨 至於今晚和明天的詳細天氣預測會是這樣 如果將會大致天情 但各部地區會有趨雨 最低氣溫約為18度 明天天氣、酷熱 最高氣溫會上升上34度 風方面吹微風 展望看回星期五 短暫時間有陽光 亦有幾陣趨雨 隨後兩三天天氣會變得不穩定 和會有趨雨 在此提醒大家 酷熱的天氣警告 認證生效 讓大家出外時間 記緊喝多點水 避免長時間 暴躁在陽光中 以免中暑 好 這些天氣就講到這裡 祝大家有愉快的晚上 再見